嗨,这段时间除了赛道还是赛道 刚刚在天津赛道开了银河一巴这样的纯电轿车 那今天又来到成都天府国际赛车场 开这台车,福特电马GT 游车时代的Muston有快的也有帅的 而这台Muston不仅很快 同时它还很实在 零买加速三点多秒又是一台SUV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当年的Model YP刚上来的时候 很猛,对不对 有一种人在前面跑活在后面追的感觉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双电机电车 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比如说这个Muston Mark E也就是电马 它可以做到3.75秒的百公里加速 这个能力放在赛道上面来再合适不过了 好,打方向,过去,贴弯,走外,走一个线 再回过来 横向的重心转移做得很好 对于电车来讲其实很重的情况下 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摆动 但其实电马的悬挂 它可以很好地去化解这种连续的重心转移 哇,铁弯过来 整个这个流畅度非常的高 车头响应很直接 并且即便有响拍 我觉得整个这个底盘是能帮助车辆 很好地去支撑住 抓地力也表现得很好 还真别说一台SUV在赛道上面狂飙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BBA的性能车 但是普特电马已经能够做到那样的一个 五六十万的性能车级别 但是它现在只卖三十多万 你说电车以后会把燃油车放在什么位置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吧 来,刹车 大力刹车一脚 高速弯贴过去 给点油 然后踩一点 贴过来弯心 爆得很死 其实有一些电车 它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推头 但是这个四驱系统 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 把车辆给调整好 你说以前我们开油车的时候 哪有这种待遇啊 越来越轻松的赛道加工体验 也刺激了 但是同时也让你更加的安全 所以最后一句就是 操控灵活很鼓舞 赛道不用技术 这个就是现在我对电马的理解 这三圈的飞行圈快要结束了 我对它的印象是加深了很多 并且我感受到电马机器 它在调教上面 不愧是底盘大师福特的作品啊 底盘撑得住 车头很灵敏 动力响应的800多牛米啊 你要随时开油 它都没有问题 只要按照想要的一个状态去开的话 它可以给你非常多的激情 这个飘移的时候 它起飘点 以及控制油门和方向的角度力度 确实需要很细腻 真的不是像电影里边演的那么轻松 这个电马怎么说呢 两驱的版本确实还是很好飘的 至少起飘那一下动力足够 车头的指向行 这个就是飘移的基本 绕过来直接带速度不减速 看来Muston的侧倾意志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我是可以在整个这一圈当中 找到更好的一个信心 去驾控它 哇甚至我不踩刹车 也能够把它带过来 这个转向以及侧向的支撑等等等等 真的是太棒了 一脚中刹过来 找一个弯心 贴过去准备进入刹车区 停住31秒75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可是实实在在的 看来电马它的这个操控的极限 是非常的高的在同级的电车当中 我觉得它论操控性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前三的水准 并且在动力的响应的配合上面的真的是非常有乐趣 简直就是一台性能车 试驾一下电马之后 我会发现它的动力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不管你在任何条件下 它可以给予非常强劲的动力支持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说一下在底盘方面 它还表现的相当聪明 别看只是一个麦夫逊家五连感 没有什么双叉臂或者是空气悬挂CDC 但是它调教的很聪明 对于细碎的振动的过滤做得很好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它的侧向的支撑性也很好 看看这个变道超车 还有微巴声浪的配合 真的是有那么一些油车性能车的感觉 况且这台车它在一些细节上真的做得很像 另外呢就说一下在其他的一些设置层面 比如说车机当中是配备了815的芯片了 我们这一台之前有的那一台电马呢 它是一个之前的芯片 我们还装出换装了 换装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流畅程度和操作的便利性会提高很多 所以这一块车机论功能的话 还有它的大小尺寸等等等等 都可以达到和这个同级别的车型 甚至超越同级别车型的这个水准 那在驾驶视野这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挡动玻璃的面积够大 侧窗还有A柱的设计也都很合理 唯独有一点可能是为了降低能耗 所以把这个后视镜做得比较的小 这一点呢对于驾驶员的视野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改进的 希望在下一个版本当中把后视镜做得更大一些 这样一来架构起来就更有信心了 其实福特电马在智能服驾驶这一块 也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它可以一键启动 然后你可以有车的保持 并且跟车的这个效率 还有它的一个识别度都很高 最重要的是它也有打灯电道 就这些功能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便利性的 好那最后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续航问题了 2021款的电马呢 标续是513 长续是619 那四驱版本是493 基本在500到600之间这么一个水平 那现在其实电动车动不动就是600多700 所以这一次电马也做了升级 因为它的这个长续航版本最高 是可以达到700公里的续航 那这样一来增加了续航的话 其实里程焦虑就会极大的减少 况且家里有充电桩的话 其实真的不论是城区通勤 还是长途高速 这台车它都能够升任 2024款福特电马升级之后 在产品力方面确实有很多提高 那么机体版的体验也超越了很多的一些燃油性能车 那么加上续航的增加 配置的一些改良的话 这台车其实定位非常的清晰 它就是接替之前同价位的一些油车的客户 那其实在定位上 它和特斯拉Model Y比较的接近 但是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有一些传统的设计在里边 就是说对比新势力 新势力可能会更新 而它呢尊重传统 你对这样的福特电马有什么看法呢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欢迎在后台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 感谢收看 拜拜